淡海新市镇内的公司田溪两旁 有着相当宜人的休闲步道 但是步道栏杆上的铁链 竟然被偷了七八年都没有修复 而为此里长也找来相关单位会看 希望可以做好相关的安全维护工作 公司田溪两侧休闲步道景色相当优美 是许多民众运动散步的好去处 然而仔细看 这步道两旁的栏杆上 竟然完全没有任何阻隔 让人可以随意穿越 当地里长表示 原本这上面是有铁链条的 但五六年前被小小全部偷走之后 至今都没有复原 真的相当危险 我们看看这挂托的 当初挂链条的地方 整个链条都被小偷偷走了 这个至少有七八年了 我已经一直反应 已经有超过四年时间 都在反应这个安全维护的问题 希望水利局也能够重视 里长卢春安表示 近年来潜入新市镇的人口逐年增加 也让这条休闲步道使用率越来越高 人多自然就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里长也找来相关单位会刊 希望水利局可以尽快来修复 安全性的这个东西 再办一个请他们 除科长或是计证 来跟那个顾问公司来研究说 以这个替代的这种安全东西要怎么做 就今天最重要的结论在这边 而对此水利局也表示 因为公司填系步道 晚上人烟稀少 容易成为萧小下手的目标 之前曾经考虑使用绿梨 但后续的维护更加困难 GCO也会再请厂商设计 希望可以改用其他材料 补强栏杆的结构 以维护安全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